执政党政院部会首长跟立委最近的不断传出状况 从行政院前发言人陈宗燕 还有交通部前部长李孟燕 都接连爆出桃色风波之后 现在连绿营立委林怡景 今天一大早他的国会办公室 还有台南市服务处都被搜索 由于这三个人恰巧都是新潮流派系 更是隶属台南帮的政治人物 出身台南市长的总统赖清德 在21号中常会上也罕见说了重话 他要求党内同志的个人私生活要检点 不要再让民进党再受伤害 民进党立委林怡景 角逐中常委才刚无缘落马 这回再出状况 国会办公室台南市办事处全被搜索 疑似和他议员时期助理费有关 但也被外界质疑是不是同乡人出手 可能跟台南市长选旗有关系 主席刚刚讲不要谈市长的事了 面对提问 立委有人低调必谈 党内新系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燕 和交通部长李孟燕 接连卷入桃色风波 同样是台南帮的林怡景 这回也遭司法调查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21号中常会上说重话 每个个人的生活 自己的记忆率私底下的生活 大家要自己要克制自己检点 不要让民进党再受伤害 台南市议会 民进党党团也表示 这代表赖清德没有干预司法 不过台南帮问题连环报 还是让外界质疑事情不单纯 从前天的李慕燕案 到今天林怡景显然并非巧合 民进党内的派系斗争是 刀刀剑骨一刀毙命 林怡景过去野百合学运出身 曾连任六届台南议员 2020年转战立委成功连任至今 除了曾被爆出介入他人婚姻 他的特助也曾被指控涉入弊案 他的弟弟则被质疑 仗势性骚女性 开公务车走驾肇逃逸 虽然当事人都有否认 但这回民进党内风波 从政院部会烧到胡会 也让即将过生日的林怡景 得先专心面临司法检验 接着黄慈怡张元杰台北报导